老大 又提前下班啊 有事快说急着呢 吴总刚被董事长调到越南了 越南 那么远 可不是嘛 据说工厂又远又偏僻 滋味估计应该挺酸爽的 别笑人家啊 因果有序 越有殷勤 希望他这次能好好反省一下吧 对了 陆总 设计师们还等着您开会呢 改变明天 然后等 什么意思啊 就是 让他们等着改明天 陆之遥现在肯定在幸灾乐祸 等着抓我的把柄 看我的笑话 我是绝对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我一定要让陆之遥知道 这样一个口子 是如何拿下陆氏集团的 薛启罗这个丫头啊 真的是可怜 兜兜转转的 又变成了秦叔 你我他都一样 每个人都一样 帮得了一时 帮不了一时啊 如果三年之后 他还醒不过来 那就是天意了 我们也会对你感恩戴德的 陆之遥 我叫你一声姐夫 是咱俩过去的情分 如今你有了新欢 我们白家也不会怪你 我们白家也不可能拿这个条件 一直绑架你 但如果你和书姐要是真心的 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好好的在一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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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